广东主场大暴冷 一人满分两人及格 四人被救出 杜丰做出了九字点评 承认了两大事实 竹帆宇也有两大失误 有万千回两米一三的大中风 苏群杨毅也做出了表态 我们讨论一下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广东队主场大暴冷 一人满分两人及格 而有四名水货却被救了出来 提到广东队最近的比赛 杜丰的带队确实呢 有心无力 毕竟广东队在主场作战的时候 在周期没有能够出战的时候 居然输掉了整整十分 广东队输给青岛队两位输的分叉 确实由于人看不过去 因为广东队在过去的比赛呢 拿到过十一座总冠军 没想到现在在杜丰教练的带领之下 还有在珠芳宇一系列的交易 影员操作之下 反而把广东队呢 整体的实力给拉低了 如今广东队面对青岛队 99比109输掉的比赛 在球队当中 发挥达到满分的球员只有一位 那就是沃特斯 沃特斯拿到了35分 还有四个助攻 两个抢断 但是沃特斯他太喜欢当打独斗了 以他这样的打法风格跟广东队的匹配程度并不高 如果当然依靠一名万员去进攻得分的话 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这跟广东队过去的战术相违背 完全不在一条战术安排上 接着拿到几个水平的是胡明轩 有16分7个篮板 杜恩旺也有11分3个篮板 胡明轩在球场当中打得足够的拼搏 而杜恩旺作为三分的射手 确实命中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两个球队当中却有四人呢 直接被揪了出来 大家会发现呢 首先被揪出的是两大万元 过去的杜丰诸万员呢 一直都非常信赖的两名万员 尤其是马上布鲁克斯 还有重新签约回来的威姆斯 当大家认真观察一下 这两名万员的表现 在球场当中的发挥水平 真的能够达到以往的巅峰水准吗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说白了马上布鲁克斯跟剑断过 哪怕他当场的分数据有去过26分 当时马上布鲁克斯的状态起伏太大了 面对青岛队仅仅得到7分 威姆斯更是拿到了5分 对于威姆斯来说 这名37岁的老将外援 其实山西队已经选择不要他了 但是广内队的猪方语 还是经过了综合考虑之后 把威姆斯给签约回来 没想到 最近的好几场比赛 威姆斯的得分数据都相当低迷 确实呢被揪了出来 除了马上布鲁克斯跟威姆斯 发挥低迷以外 广内队的大中锋学兴 也仅仅得到2分 身高2米26 学兴有小姚咪的称号 但是在赛场当中 学兴他的失误太多了 另外他在内线方面 球拿不稳 防守也防不住 同时呢在内线方面的 得分也上不去 因此对学兴来说 他真的是让人多多少少呢 有点小小的失望 最后第四名被揪出的 那就是如今的徐杰 徐杰原本呢 他成为广东队呢 得分效率值最高的球员 创联球队的能力也很强了 但是不可否认 徐杰在面对青岛队的表现 确实相当低迷 并不是说徐杰的能力不行 而是说徐杰面对青岛队 失误过多 投篮命中率不够高 另外呢在球场当中 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给展现出来 对比之后 大家会发现 反而青岛队的穆迪 得到了35分 9篮板 另外还有12个主攻 差点拿到了大三爽 青岛队的穆迪 直接把广东队的防守阵容给打爆了 接着还有杨汉生 21分10个篮板球 大家要知道 杨汉生可是被乔尔杰威奇 大力点赞的球员 他也被NBA多支球队 看上了球员 杨汉生在面对着 11贯王的广东队 居然能够拿到21分10篮板 足以说明杨汉生的实力 非常强大 赵嘉义也有12分 那么包括了王瑞泽 也有8分4个篮板的数据 从中大家会发觉 青岛队的整体表现 确实非常优秀 刘维维的带队能力 要比杜峰更加优秀一些 第二大看点 直到目前的杜峰 更是说出了九字的反弹 他在赛后的一番话 也承认了两大事实 提到杜峰教练 他作为广东队的主帅 打完比赛之后 杜峰心情是非常失落了 毕竟广东队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 居然会输掉 并且输了两位数 确实让杜峰非常意外 杜峰在赛后就提到了 心很累 没拼近 没庄主 从中大家会发现 杜峰作为球队的带头人 他感觉到心很累 说白了就是有心无力 有心 但是球队不给力 打不出来 杜峰教练的带队能力 在过去是得到过很大的认可 他所带领的广东队也好 还有过去他带领的囊狼 虽然说有人对他提出了质疑 但是大家会发觉 杜峰教练在赛场当中 最起码 他带队取胜的概率比较高 哪怕说他作为过去囊狼的主教练 他取胜的概率 在71%以上 那么作为广东队的主教练杜峰 也带领过球队拿到了三年冠 只不过在最近的两年比赛当中 冠军被辽宁队给拿走了 直到如今 广东队凭借这一套阵容 确实打得很憋屈 也让杜峰觉得心很累 因为杜峰他直到如今 眼看着球队当中的周琦等人受伤 另外还有年轻的球员打不出来 失误率也很高 接着就是团队的成员没有拼近 根本打不出的那种霸气的风格 其实大家回顾起杜峰 过去把赵瑞交易出去之后 真的在球队当中 除了胡门轩徐杰以外 很难找得出 打得比较有拼近的球员 沃特斯也算一位 但是沃特斯他的打法风格 比较依靠个人得分 这跟广东队的团队配合得分 完全是相违背的 所以广东队签约沃特斯未必是一个好事情 哪怕沃特斯的得分数据再高 去到了35分 但是又能怎么样 广东队不照样输了10分 所以广东队需要的并不是说得分数据非常高的球员 而是能够打团队配合的成员 杜丰也提到了团队的成员不够专注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很多球都失误了 很多控球的地方 也就是对方都控着防守 你都投不进 另外呢 还有很多无谓的失误 让对方抓住了机会 确实非常的尴尬 杜丰的这番话呢 其实啊 承认了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杜丰教练看来非常无奈的 那就是团队的阵容并不齐全 实力也并不够啊 毕竟目前的广东队周琪他没有上场 据了解周琪还在养伤 哪怕广东队一开始得到了周琪 周琪回归到了球场 打得非常优秀 但是大家会发觉 周琪在过去 他在国际大赛积累的伤病太多了 周琪甚至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打几场休息几场 说白了 周琪直到如今啊 他适合去打养生球 不适合去打高强度的对抗 毕竟周琪过去腰肩膀突出 膝盖受伤 还有包括了他的腿部 也有一些伤病的情况 所以直到如今周琪的受伤 过去的赵徐红也受过伤病影响 这使得杜丰目前面对着伤病的问题 很难处理 接着团队的阵容也不够强大 以杜丰目前的这套阵容去争夺冠军 真的难度巨大 第二大现实 那就是杜丰教练也承认了 球队当中的外援打不出来 毕竟呢 过去的马上布鲁克斯 他虽然拿到了三连冠 但是马上布鲁克斯跟剑断过 球队的朱方语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威姆斯同样的也是打不出来 仅仅让杜丰看着对方的外援直接完成了 大爆发 说白了也就是青岛队的目的 一个人压倒了整个广东队的阵容 但是广东队的外援却没有这样的真中和实力 当然依靠沃特斯 但是沃特斯占据的球权 占据的时间太多了 这样其他的球员根本很难得分 所以杜丰教练 必须要在外援以及本土的中锋问题做出提升 另外还希望广东队的伤病球员 包括了周琦等人能够尽快回复 回归到赛场 第三大看点 由今的朱方语也做出了两大错误的决定 新的一个赛季渴望迁回两米以上的大中锋 疏群洋溢也有做出过表态的 对广东队来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去争夺冠军 其实朱方语在过去呢 有两个决定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失误的 第一个决定肯定就是把威姆斯给签约回来 把马尚布鲁克斯给留了下来 其实说白了就是朱方语的外援签约问题出现的问题 首先马尚布鲁克斯虽然说他对广东队有功劳 他帮助广东队确实也拿到过三年光 但我们不可否认马尚布鲁克斯确实跟剑断过 受过很大的伤病影响 直到如今真的打不出来 马尚布鲁克斯他虽然在赛场当中的得分效率值 偶尔会比较高 但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失误总会丢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面对着青岛队仅仅拿到了七分 数据都没有上双 威姆斯得分数据也没有超过十分 甚至最近的比赛威姆斯要么拿到两分 要么就拿到五分 真的数据很尴尬 朱方语眼看威姆斯都到了一名老将的身份 还会把他签约回来 真的不应该 第二大失误的决定 那就是朱方语把广州队最有平静的赵瑞给交易出去 最后换来了一名受伤的周期 真的是得不尝试 朱方语的这两大决定 如今来看有点亏大了 接着包括了目前的广州队需要补强大中锋 在朱方语看来呢 有一定机会把哈密尔顿给签约回来 身高2米13的哈密尔顿 上个赛季跟徐杰的创联能力很强大 哈密尔顿在内线方面呢 也能打出一定的强大发挥 因此呢 朱方语在近期考虑 要不要把哈密尔顿给签约回来 补强大中锋 毕竟哈密尔顿 他的年薪比较低 成本比较低 朱方语签约他 没有很大的压力 同时他也能够补强内线方面的空缺问题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苏群洋溢 在近期也给到广州队一个良好的建议 毕竟在苏群以及洋溢 两位知名的杰说嘉宾看来 广州队必须得签约大中锋 说白了 广州队的内线如果没有得到填补 内线没有得到实力上的提升 新赛季要争夺冠军 那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零 难度巨大 因此 在朱方语签约看来 如今 主场爆冷书给青岛队之后 真的要认真访识 要签约一名中锋的外援 新的一个赛季 才能更好的争夺冠军 同时马上布鲁克斯跟威姆斯 两名外援 适当的可以考虑 减少他们上场的时间 或者做出人员的更换 毕竟受过大伤或者老将的球员 真的打不出来 这个事实也必须得承认 新赛季的广州队 不仅要面对着 辽宁浙江球州广萨 新疆队的挑战 如今还来了一支青岛队 大家认为 到底哪个球队新赛季 最有机会争夺冠军 留言评论区 欢迎评论 您最看好的球队 也欢迎大家为篮球点赞 感谢大家下期再见